我是万万没有想到,土豆里面打入四个鸡蛋,还能做成一道美食,但人和孩子都爱吃,洗干净的土豆丝加入四个鸡蛋,一勺的筋银,适量的鸡精,家里条件好的撒点五香粉,最后用筷子搅拌均匀,让每一根土豆丝都裹上鸡蛋液。 西红柿改十字花刀放入碗里,倒入烧开的滚水,去皮以后放在案板上横竖改刀,把西红柿切成小颗粒状,再切点韭菜,大碗里加入鸡粉白糖,加入少许的生抽和老抽,最后加入一勺清水搅拌均匀。 油热倒入土豆丝,用铲子来压成饼的形状,煎至一面金黄翻煎另一面,煎至两面金黄出锅装盘,锅留底油下入葱姜炒出香味,倒入西红柿炒出汤汁,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继续炒,然后把土豆饼下入锅中。 家人们视频都看到这儿了,请给我个小红星支持一下,土豆饼完全吸收汤汁出锅装盘,撒上99粒小葱花,土豆鸡蛋饼在家就像我这样做。 好吃又下饭,喜欢的赶紧收藏起来,有时间在家事做吧。